三名中国宇航员现在已经在中国正在进行建设的 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上安顿好了他们临时的家 他们正在执行为期三个月的任务 三人享受着比以前许多航天器中所建到的更宽敞的生活区 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生活时 建立家园总是第一步 目前在地球上空约400公里的轨道上 三人居住在一个150立方米的太空豪宅中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空间站副总设计师柏林厚说 空间站完全建成后将有三名宇航员定期驻扎在那里 这意味着在可能的轮班期间 空间站内可能同时有六名宇航员 这就要求飞船为宇航员提供足够的生活和工作空间 核心舱和实验舱中还有两个淋浴间 以及一个指定的健身房区域 供宇航员锻炼身体 目前的三模块空间站组合 可能在未来进一步扩展为四模块的十字型组合 作为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批居民 聂海胜、刘伯明、汤鸿波三人 在进入核心舱后有很多任务要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 上周五在北京大学说 仅就螺丝而言就有大约1000个螺丝等待拆除 相关官员介绍 宇航员在第一周的主要任务是安装设施 包括信息通信、生活、餐饮和卫生设施 以便为在轨道上的长期居住奠定基本基础 之后宇航员将进行空间科学实验和载轨训练 特别是舱外活动 地面支持系统也是核心舱天河号的精确复制 在确保核心舱的正常载轨运行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天河核心舱总长度为16.6米 最大直径为4.2米 起飞质量为22.5吨 是中国研制的最大航天器 较小的圆柱形部分直径为3.35米 是航天员工作后生活和休息的地方 该部分有独立的卧室、一个浴室、健身设备 和那些用于太空与地球视频通话和电子邮件的设备 宇航员在较大的圆柱形部分执行载轨任务 该部分的直径为4.2米 整个舱内的运行情况可以通过那里的屏幕进行监控和检查 它还有一个用餐区 一个供宇航员检查身体状态和健康状况的区域 以及一个进行科学实验的区域 在天鹤号上建立了许多设备用于载轨科学实验 在较大的圆柱形部分 设计精细的设备是为了支持航天员 在舱内和舱外的操作和实验 在核心舱待了一晚上后 三人于上周五上午安装了WiFi 宇航员随后将从货运飞船上卸下日常用品 并将更多设备搬到核心舱 宇航员还可以享受到精选的美味食品 包括120多种不同类型的菜肴 其中包括一些传统的中餐选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的总设计师黄伟文说 宇航员饮食按星期安排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在一周内重复吃同样的食物 四次任务中为12名宇航员提供了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这次还为空间站配备了一个厨房和微波炉 所以有比以前更多的方法来加热食物 宇航员们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吃到热的食物 中国于上周四成功发射了神舟12号载人飞船 将三名宇航员送往空间站核心舱天河号 执行为期三个月的任务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太空计划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是中国的第七次载人航天任务 也是中国空间站建设期间的第一次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局称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神舟13号载人飞船 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射与天河对接 然后另外三名宇航员将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载轨停留 在今年的五次发射任务之后 中国计划还有六次任务 包括发射问天和梦天实验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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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射